花香辰 就是直接在臉書上面說 就是在親情處女生的孩子 廚房被拱重振 驚呆只想幫兒子追妹妹 小孩子的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有感的 我覺得公眾事務 真的就是需要大家多一點的關注 而如果想要這個社會更好的話 大家都必須要行動 都要有所行動 而不是只是期待別人去改變嘛 就是這樣子 希迪誰說媽媽只能喝下午茶 還能發聲關心社會 事實上日前針對單親媽樂死 小孩事件PO文抗議法官判決書 原本想喚醒大眾對單親媽媽的議題 卻反遭另一方網友攻擊 她隔天趕緊修正說法 比方說有很多人說 那小孩有沒有想過小孩很可憐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 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覺得小孩是最可憐的 這個已經無庸置疑 這個根本不用去說 那為什麼會想要去探討的原因 也是就是因為覺得小孩子很可憐 我們不想要再有別的小孩 發生一樣的事情 必須要把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問題的根本 從那邊去解決 我覺得才是一個 比較正確的一個方式吧 你覺得非常好心 然後你發這個文章 如果是你身為劍法 你會覺得很願嗎 不會 因為我覺得 這個社會本來就應該有 多種的聲音 應該是要更多的人一起來關心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像唐鳳有說過一句 公民越多的來參與這些公眾事務 社會才會進步 而且就算是酸民說的話 也可以是有建設性的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耶 就是看你用什麼角度切入 他相信裡面 就是直接在臉書上面說 就是在情緒上說 就每一個聲音我都尊重 各種聲音 都可以幫助這個社會進步 甚至幫助我進步 我覺得很好 畢竟那麼關心十字 未來一定有參與的人 不可能 我覺得政治是另外一個 一個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對啊 我就是用自己僅有的一些小小的 能做的事情而已吧 那如果就要有人拱妳出來 不可能 拜託不要 拜託不要 真的不要 他自己可以用你的力量 然後幫助一些人 我覺得太複雜了 那個世界太複雜了 她還是比較樂中當媽媽 你們一打三的日子還可以 習慣了 所以他們習慣台北的時候 已經整個會做了 我覺得小孩適應力真的是非常強 就是超乎我們所想 就是他們 他們其實到哪裡 都可以很開心過生活 凡是我跟先生的適應力 也沒那麼強 尤其是我先生 對 他回來不能衝浪 他很相信 你屬於比較黏媽媽的狀況 他在家很黏我 但是他最近呢 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 他很想要 每天想要爭取是第一個 進教室這件事情 所以就覺得 每天要好少幫他全部準備好 因為他就是媽媽快點 我要第一個 那個原因我必須問過他 我才能講 我不能曝光二字隱私 他有一個很可愛的心思 但是不行 我不能不能不能講他的意思 可愛的小心思 所以你每天要準備兩碗 沒有到準備早餐 但你們的方向是對的 好玩哦 對 媽媽沒有說 不是我說的 媽媽只能想盡辦法成全